大家好 我是詹姆士 我現在在桃園的南坎 那今天呢從台北搭客運來到南坎國小這邊 那我們要去走這個陽愁步道 那陽愁步道的登山口呢 就在南坎國小的對面 南坎國小到那邊 然後步道登山口就在這裡面 那這條步道呢 它的難度不高 那它呢同時也是台灣百大的必防步道之一 那所以我們今天呢 就是要來走一下這一條步道 來欣賞一下這條步道的特色 那話不多說我們就出發吧 Let's go 我們還在前往登山口中 然後旁邊這一座高牆的裡面呢 它是張榮巴文物館 這邊呢就是陽愁巷的入口了 那陽愁森林步道呢 它是位於桃園的爐竹 陽愁坑 那主要是沿著秋林穿越了幾座山 像是七分山 八分山 尖山 九分山和陽愁坑山 這幾個低矮的山頭 那其實全程的這個坡度都非常平緩好走 那這條步道呢全長大約2.6公里 那不過呢另外一側的交通比較不方便 所以會需要原路則返 那這樣子的話呢來回大約2小時左右 這邊一進來就是這種泥土路 比較原始的步道 這邊看起來有岔路兩條 一條是好漢坡 那另外一條生態步道 那我們就走好漢坡吧 我們現在走在好漢坡上 要踏這個200多階的階梯 我們現在的位置應該是到了七分山 第一個小山頭 那這邊就是一個小平台 好那我們要繼續往下走囉 我們要到一個岔路了 這邊我們要繼續曲左行往光景台 楊仇步道的上方呢 剛好是航道 所以呢 就是時不時就會有飛機飛過 這邊又有岔路了 然後呢 曲左行呢 是往尖山 然後曲右行呢 是往觀景台 那我們就先往尖山吧 看起來這裡應該就是建山了 那這邊有一個電線塔 好那我們繼續站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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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也差不多走了1.1公里左右 那我們現在呢 快要到觀景台囉 非常期待這邊的觀景台 我們到觀景台了 哇那這觀景台 又真是站呢 你看那邊 遠方機場 然後再更遠一點就是海 所以這一個呢 它號稱是一個 可以看 陸海空的一個觀景台 另外 這邊還看到 那應該是高鐵的隧道 哇這個地方 景色真的是非常好 剛好又搬高鐵經過了 好我們現在繼續再往下走 這邊剛好可以比較近距離拍攝 高鐵路這個山洞 我們來登登看 看有沒有機會碰到雨量 守株待吐7分鐘 終於等到了 我相信這條步道 鐵道迷 一定會非常喜歡 拍到這個高鐵 進入山洞 這樣子 那個瞬間 這邊步道周遭 旁邊還蠻多這種紅果精麗藍 它算是蠻常見的園藝植物 那也有人把它稱作草珊瑚 這邊是甲蟲生態區 它的主角呢 就是獨角仙 那為什麼這邊會有這麼多獨角仙呢 那其實你仔細觀察 在這一塊呢 周遭其實種蠻的 蠻多這種光蠟樹 那光蠟樹呢 它是台灣特有種 那它的這個樹枝之意 其實是獨角仙的最愛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這個樹幹上 很多這種垂直的痕跡 這種垂直的痕跡 它就是獨角仙成童 它吸取這個光蠟樹上面的樹枝 那所殘留下來的痕跡 那這樣可以理解 為什麼這裡會有這麼多的這個獨角仙 那不過呢 現在是冬天 所以看不到獨角仙了 我們到陽愁步道的終點呢 不過這一側的交通非常不方便 那所以呢 我們只能原路遮返 陽愁屋島 位居桃園市 那台灣百大地坡屋島的第六名 我們回到陽愁巷的登山口了 那我們今天總共走了兩小時十分鐘 然後總共的里程數大約快六公里 那其實在去城的時候走了一個半小時 回城只剩下四十分鐘 那可見這步道多好走 這條步道呢 真的是算蠻平緩的 那它中間呢有幾個特色 那第一個呢就是觀景台 它同時可以看到陸海空 那另外一個呢是可以看到高鐵呢 它進入山洞的這個瞬間的這個樣子 那再來第三個呢 是甲蟲的生態區 那所以呢 其實這一條步道是蠻值得來預防的 那這也難怪它會獲選成 台灣百大的避防步道 好 我們要走到南坎國小了 那我們今天的旅程 就在這邊告一段落囉 下次再見 掰掰